中文童话 拇指姑娘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位姑娘独自生活 她从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 就一直想要一个女儿 一天早上 她正在给植物浇水 突然哭了起来 她想要是能有一个小女孩陪她一起玩 该多好 这时一位兄女出现在她的面前 怎么了我的孩子 你为什么哭呢 我非常希望能拥有一个小女孩 请你告诉我在哪里能找到呢 我感到很无助 哦 别担心 这很简单 仙女用她的魔法 把一粒种子放到她的面前 我的孩子 你看 这不是一粒普通的在农场生长的种子 这颗种子需要很多的爱和温暖 把它放到一个花盆里 看看会发生什么 别忘了 要多晒太阳 啊 谢谢你仙女 你真慷慨 她把种子种到花盆里 她把花盆放到窗前 这样能够有足够的阳光 种子很快长成了一朵美丽的花 看上去很像郁金香 姑娘用爱呵护这朵花 每天给她浇水 一天 她亲吻了一下花瓣 神奇的是 这朵花完全开放了 在花里面 坐着一位小巧优雅的小姑娘 她是我的孩子 我的女儿 我就叫她拇指姑娘吧 她还没有我的拇指大呢 我是你的妈妈 孩子 你的名字叫拇指姑娘 鲜花给了她一个梦寐以求的女儿 她用核桃壳做她的摇篮 紫罗兰的花瓣做她的床垫 玫瑰花瓣做她的毯子 白天 她在郁金香花瓣做的船里玩耍 手里拿着用白马的棕毛做的船桨 在水里滑来滑去 真是一幅美丽的画面 夜天晚上 她正躺在核桃壳里睡觉 一只大青蛙从窗户上的洞里跳了进来 她可真漂亮 她简直就是我亲爱的儿子的完美新娘 她拿起拇指姑娘正在睡觉的核桃壳 然后把拇指姑娘放到池塘中间的一片荷叶上 我们把她放在荷叶上了 她永远也不能逃走了 拇指姑娘独自坐在荷叶上哭泣 她不想让青蛙丑陋的儿子做自己的丈夫 我绝对不会嫁给你 你不能这样对我说话 另一边 拇指姑娘的妈妈在家里到处寻找拇指姑娘 但是却找不到 有一群鱼在拇指姑娘下面的水里游 他们看到了青蛙 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他们感到很难过 于是决定帮助她 同时 青蛙妈妈和她的儿子正在忙于制作婚礼的计划 鱼群聚集在荷叶镜周围 用他们的牙齿一点点咬断滤镜 荷叶脱离了镜 拇指姑娘开始飘流 非常感谢你们 你们真是太好了 拇指姑娘飘了很远 一直到青蛙找不到她的地方 拇指姑娘经过了许多地方 小鸟看到了她一起说 真是个漂亮的姑娘 天渐渐黑了 她用荷叶裹着自己睡了 但是第二天早上她醒来后 发现自己在一个金色阳光洒满水面的地方 她一直飘到了小溪的尽头 就在那时 一只大虫子飞过 她真是个美丽的姑娘 我要拯救她 她立刻用她的爪子抓紧她 然后把她带到了一个遥远的地方 虫子先生 你要带我去哪里 我要带你去我家 过了一会儿 他们到达了虫子的家 住在树上的其他虫子 都过来看是谁来了 朋友们 看看这个美丽的姑娘 我要娶她 她只有两条腿 看上去真痛苦 看那里 她有两只手 真丢人 她看上去像一个人类 她可真丑 虫子先生觉得朋友们说得对 最终很生气地 把她丢在了深深的丛林里 冬天来了 大雪开始飘下 可怜的母子姑娘在寒风中发抖 对她来说这儿太冷了 她走啊走 寻找食物和住所 不一会儿 她来到了一所小屋 她走到小屋巨大的门前敲门 小屋里走出来了一只田鼠 你是谁 可怜的小家伙 啊 我在丛林里迷路了 我感觉很冷 也没有吃的 你能帮帮我吗 我独自住在这里 你可以进来 我们一起吃晚餐 这里很暖和 不过 我能先知道你的名字吗 我叫拇指姑娘 拇指姑娘走了进去 小屋很温暖舒适 有一屋子的粮食 和一间带餐去室的厨房 谢谢你给我的食物 还让我住在这么温暖的地方 整个冬天你都可以跟我住在一起 田鼠夫人 你真是个好人 田鼠非常欣赏拇指姑娘的美丽 她希望拇指姑娘 能永远留下来陪她住在一起 今天是周末 我们会有一位客人 每周我的邻居都会来看我 很快门铃响 出现了一只燕鼠 它穿着黑色丝绒外套来看望它们 燕鼠听到了拇指姑娘的声音 爱上了她甜美的声音 她决定要娶她 于是她走到田鼠身边说 只要你能让我娶这位美丽的姑娘 我把我所有的食物和房子都给你 田鼠夫人无法拒绝富有的燕鼠 好吧 我要开始准备了 好吧 拇指姑娘不想嫁给燕鼠 于是第二天早上 她决定逃跑 等她在丛林里游荡 她发现了一只受伤的麻雀躺在丛林里 可怜的小鸟一定会被冻死的 她慢慢靠近 看到麻雀还活着 她只是受伤了 你还好吗 亲爱的麻雀 哦不 你在流血 拇指姑娘决定帮助小麻雀 她找到了一些绷带和药来治疗麻雀 别担心麻雀夫人 你会没事的 小麻雀绑上帮带以后就可以飞了 再见 漂亮的小鸟 谢谢你 美丽的姑娘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帮助 我能帮你做什么吗 很快 她看到了田鼠和燕鼠正赶过来 叫着她的名字 哦 拇指姑娘 你在哪里 拇指姑娘听到了他们的声音 她告诉麻雀 田鼠 想让我嫁给燕鼠 拜托 你能把我带走远离这里吗 我不想嫁给燕鼠 我有个办法 来吧 快爬到我的后背上来 再见田鼠夫人 谢谢你做的一切 我爱你 我不会忘了你的 燕鼠和田鼠看到拇指姑娘飞走了 感到很吃惊 麻雀把她带到了一片花园 那里有各种各样的鲜花 小鸟在歌唱 这里真美丽 这里叫什么 这里叫花园 我该走了 谢谢你麻雀小姐 你真好 拇指姑娘非常开心 这是我的家 这些花吻起来真香 鸟儿轻声地歌唱 不一会儿 她想起了她真正的家 她的妈妈怎样用爱抚养她长大 她感到很难过 想要立刻回家 但是突然 花园的国王出现了 她看到拇指姑娘 并爱上了她 我是花园的国王 你是我见过最美丽的女孩 你愿意嫁给我 做我的妻子吗 我会让你做花园的王后 拇指姑娘想了一会儿 这位国王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丈夫 不同于青蛙儿子 虫子先生 和穿黑色丝绒外套的印竖 我愿意 只要你能把我带回妈妈身边 我们三个人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她同意了 送给拇指姑娘一个礼物 这个绝妙的礼物 是一对本来属于一只 巨大银色苍蝇的翅膀 当翅膀安装到拇指姑娘的背上 她就可以在花丛间飞来飞去了 他们很快结婚了 结婚以后 国王和拇指姑娘飞走 并找到了妈妈的家 妈妈非常高兴看到她回来了 哦 拇指姑娘 看到你回来 我真开心 我永远不会再让你离开我 我永远也不会离开你妈妈 妈妈欢迎他们回来 从此 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射